星期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德州 今天的影片不是用說實拍的 不用說實絕對不是因為說 之前的影片都拍太短 是因為德州有一些話想要跟大家聊聊 首先呢,我們畫本的這個主題已經到了尾聲囉 所以這個月就是畫本指責倒數第二次啦 那明年就不會再有紙本畫本的影片喔 雖然好讓有感受到大家是喜歡看的 對吧 不過基本上畫這些就是蠻耗時間的啦 再加上就是整個版面其實很小 可以發揮的空間很有限 像是圖啊、用具啊還有技巧之類的 那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得久覺得啊又一直買本子 但是好的本子啊其實它有一定的價格 所以說得久就決定了 還是買一台安配吧 那原本想說呢要把五倍券全部砸下去 最後走進了燦昆之後啊 還是決定用刷卡了啦 想著就是把五倍券拿去買安全帽好了 好像也是該換安全帽了喔 有點多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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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毕竟就是德久会用 iPad来上课 来画图 然后或是写一些文章 整理思绪之类的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推荐的啊或是觉得 是必备的App啊 也请告诉我毕竟 毕竟就是德久版的第一台 iPad 前面说了这么多 里里扣扣的呢 那就是大家应该也 可以发现到这个月的主题啊 就是 胡琴与枫叶的组合 那为什么是胡琴与枫叶组合呢 因为这个月其实是德久的生日月 所以就让德久任性一下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那大家看了前面这些 应该有发现了画面的转换 其实蛮频繁的 会这么频繁 一方面是因为德久就是有换了一个画法 就会变成叠色的过程会比较长 但是他的成果就是 颜色看起来会比较饱满 比较不会有中间那些白白的空隙 那还有一个就是呢 就是胡皮 胡皮 胡琴的蛇皮 就是太细了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一格一格的啊 那个其实真的都是一格一格 慢慢填色上去的 就是把底色画完之后 然后再一格一格这样去慢慢補 那我想说就是 这个慢慢填色的过程啊 大家看有应该会睡着吧 毕竟好像都长一样的样子 虽然说明年开始啊 就是这些 Bully Journal的系列都会做到iPad里面 但是因为德久目前啊 还没有想到任何的主题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想看德久画什么样的主题啊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大家还有想看德久做什么样的影片 比如说Bully Journal以外的像是 化水彩啊 或是说书影片 或是素描练习等等的 也都可以告诉我哦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月的主题的话呢 不妨继续把这个影片看完吧 啊 啊 irgendwie 哎 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